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先和大家跟进内地股市中复收市的情况 先看上证组合指数 中复收市跌7点 中复收报3395点 深证成份指数跌106点 中复收报13795点 互深300指数中复收市跌13点 中复收报4960点 港股方面 临近中复收市 看到升幅已经明显收窄 升226点 26814点的水平 今早段曾经升超过400点 过期指数暂时升37点 10650点 大市半日成交已达到969亿 这个环节请Samuel和我们谈谈 Samuel你好 先讲讲大市 今早前推升市 都是靠传统股份 五号仔 1299 这两只 现在分别还在升6%和1% 但本身今早市场气氛很好 加上昨晚美股的气氛 亦非常亢奋 但现在升幅收集 我会考虑一下 itself 如果大家已经是持权好仓 现在应该处结 sangat羞 胡線怕下午回來的升幅會進一步收窄? 暫時來看的話 我覺得可能短時間 只是半天的走勢 可能會看到有些回頭 但是我覺得既然今天 用一個有成交配合的突破之下 叫做星德川 之前7月7號的高位 大概是26,700 26,800左右的水平 其實基本上就不算有太大的問題 下一步的阻力位置 我會看著 今年的2月21日 2月24日中間 曾經做了一個輕輕的下跌年口 可以叫做補賣 其實大概有機會上到27,200左右 27,300左右的水平 所以其實比起今天來講 仍然大概有500點的升幅 基本上我覺得 維持之前的看法 就是大市要成功穿破26,500的心理關口 就一定要靠一些舊經濟股 尤其是重磅那些金融股 今天看到那個 成效就開始出來了 主要的因素都是說到 人家有可能一些疫苗的消息 是不足以帶動這些金融股的 但是你說 如果是跟中美的博弈有關 或者你說跟美國的選舉有關 這些情況 就有比較大的機會可以 推倒整個市的氣氛上去 主要的因素 都是你說一些 美國個別的州份 重新點票之後 都是叫繼續確認 你說拜登在那個州份 是叫做勝選的 這件事對於 你說接下來 美國總統選舉人的不確定性 或者你說特朗普 會不會叫做覆卓 可能叫做打官司 令到整個新任總統的 政府上任的期限 是叫做延長 那這些原因數 暫時那個的不明朗性 是叫做消除了 所以 大家都看著你說 可能一月份 二月份 新任的總統就會叫做 如期叫做上任 到時候 你說可能他們自己 又有一些財政的刺激政策 或者你說儘快都會叫做 跟中國是叫做 保持有好的關係 這些都是市場 一直以來在等著那個衝勁 你說隨著 你說這些州份 那個點票的情況 慢慢都是叫做 步入大家之前那個預期的話 都叫做繼續炒這個氣氛 就是說接下來 你說可能中國和美國 之後那個關係 會不會叫做沒有那麼緊張 或者你說一些 對於中國的科技企業 那個限制 會叫做減少了 這些都會叫做 幫助大市的氣氛 繼續向上 所以整體來說 現在開始推翻一些 金融股 或者你說一些 重磅的 有幫 或者你說會控上來 我覺得大家的情況 或者氣氛 會叫做比之前更加之好的 所以短時間之內 可能你說今天半天來說 輕輕叫做見到一個 回調的壓力 但是整體來說 我覺得仍然叫做有條件 上升至27,300的水平 好啊 又說個別股份 今天上午 剛才也說舊經濟股大動 新經濟股 臨近下午收市 也是倒跌 甚至是跌得 也有差不多1% 說騰訊 李巴巴 另外有一隻 ATMX 裡面 跌得最金 就是小米 出現業績 昨天跟你說的時候 也有擔心過 有個業績見光死的情況 今天就真的出現了 跌成3%下來 小米 份業績 是不是真是 那麼不理想呢 剛才也有些家庭觀眾問 現在還能否拼得過 小米 之前你說早兩天的時候 都跟大家提及 你說今次份業績主要留意的部分 就是你說可能那個毛利率的問題 會不會 可能你說基於一些叫出貨量 或者你說IDC 出到來的預測數字 基本上大家對於它那個 增長叫做已經有一個比較高一點的預期 你說今次出到來 你說第三季那個的毛利率 你說只有14.1% 其實你說按季 還是按年來講 都是叫做縮窄了 而且他們在那個 網絡的收入方面 其實那個升幅 真的叫做沒有之前 遇上之中那麼高 那麼這一點 會是叫大家 比較留意著的 你說過去一段時間 即使你說一些 家電的產品 或者你說手機 繼續去搶到 market share 也好 但是你說整體那個 毛利方面 又不是叫做見到 有一個 很大的擴張 反而現在暫時還有一個 輕輕縮窄的情況 所以大家對於這個的數字 暫時就沒有算是 真是叫做很滿意 再剛好牽涉了 你說今天 大家看著那些板塊 都是叫做經濟股 所以你說 短時間之內 回調的那個壓力 都會叫做比較大一點 接下來你說 要看回他們 可能你說一些叫做 網絡收入方面 他們那個 MAU 或者是那個 付費收入的增長 因為過去這段時間 你會見到第三季 其實那個增長效 增長率 至於是縮集得比較多 所以 變成你說 可能現在的行業 對於他們的看法 就是你說這一部份 仍然是屬於一個 比較初期一點的業務 那麼就主要 希望是著重於 你說給客流量方面 就未至於 立即可以叫做升到上去 你說一些叫做 付費用戶的水平 所以 即使你說 印度那個 市場 暫時那個表現 沒有想像之中那麼差 同時間你說 歐洲 尤其是西歐方面 那些Market share 都叫做 鳴聽到也好 只不過是市場 在股價上 之前叫做反應得比較多一點 你說 暫時這個部份 未是叫做 很catch up 輕輕叫做 我認為 會叫做 差過預期少少 所以 暫時來看的話 那個回調壓力 會叫做比較大一點 有機會就 可能 輕輕叫做之前 試翻條 十天線 接下來你說 可能要看著 他們那個 互聯網的服務 變演能力 會不會叫做增強 這件事要看他們那個 付費用戶的增長 暫時第三季來說 不是叫做好對版 但是整體來說 一些叫做 純體 他們那個額 或者數量的 出貨量來說 手機和電器 其實Market share 都仍然是叫做好強的 只不過你說在那個 margin上 暫時就未是 叫做 好對版 所以輕輕會叫做 有個回調的壓力 但是中線來說 我仍然是覺得 有條件繼續向上 好的 謝謝Samuel 詳細分析 都心目一下 有沒有持有上述投保股份 沒有持有 謝謝Samuel 這支節目時間 差不多跟Samuel談到這裡